像殷煞在命宫 難道我就是鬼嗎? 也不會這種論點 所以殷煞他在命宫 他會代表說你可能內心 你對很多事情會有疑慮 他如果是在樸翼宮 他就有可能是小人 網友問問題的時間 這是有整理的哪些網友的問題呢? 請問老師如果宏鸾欣在財博宮 是不是表示錢財喜歡我 還是我喜歡錢財? 第一財博宮不是錢財 財博宮代表的是你對錢的態度 這個是我們常常講的中文的特質 我們很容易把財博等於錢財 夫妻等於老公或老婆 不是喔 就像夫妻是你的感情態度 財博是你的用錢的態度 跟你對錢的態度 所以他不是等於錢財 既然不是就沒有說錢愛你 還是你愛錢 誰不愛錢我也愛錢 只是祖心都愛錢 下一個問題是 老師陸存不喜歡自己一個人在空宮 那如果陸存心所在的公衛裡面有文曲心 是否就表示陸存不是獨作空宮? 空宮的表示就是沒有祖心 那文曲心不是祖心嘛 所以那個還是空宮 所以他說那這個公衛的祖心 是否以文曲來看就不成立 因為文曲心本來就不是祖心 本來就不是啊 本來就不是祖心啊 對啊 好 那下一個問題是 太陽在命宮是不是不好 因為他兒子的命宮就是太陽性? 不會啊 14顆祖心 不會有哪一顆祖心在命宮特別的好或是不好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把把你自己放在對的位置上面 蘭花比較貴嗎? 蘭花放在沙漠上會撕掉 他根本不能活在沙漠裡面 仙人長比較差嗎? 可是他在沙漠裡面他就活得很好 所以什麼心放在什麼宮位不好 這件事情啊 不管你聽到哪一個老師這樣子講 那個老師的話就不要再聽了 因為都不會是這個樣子 問題是你有沒有把自己放在對的位置上 老師七薩跟秦陽這兩顆星誰比較可怕? 那七薩加秦陽還能活嗎? 我不覺得這兩顆星很可怕啊 你為什麼覺得這兩顆星很可怕? 你會覺得這兩顆星很可怕 一定是因為你受到了一些文盲等級 不會解釋心要的老師荼毒 你才會這樣子覺得 其實他很好啊 堅持的力量 秦陽也很好啊 你知道秦陽在集合宮啊 通常這個人身子骨隱啦 那只是說他可能因為這樣的特質 而去做了一些外人看起來不見得好的事情 那如果要用這樣來講的話 那天同有天同的缺點啊 太陽有太陽缺點 指揮有指揮的缺點 每一個星都有它的缺點 也有它的優點 所以還是一樣我們要把自己放在對的地方去發揮自己的優點 而不是說這個星一定是怎麼樣 沒有這種事情啦 這個年代就像殷煞在命宮 難道我就是鬼嗎?對不對? 也不會有這種論點 所以殷煞他在命宮 他會代表說你可能內心啊 對很多事情會有疑慮 那同樣的呢 他如果是在仆義宮 他就有可能是小人 對 每一顆星他所代表的意思都不會那麼的單純 殷煞他有可能會是另外一個世界的好兄弟 他其實還有一些條件存在 也不是只有單純殷煞 就像殷煞在命宮 難道我就是鬼嗎?對不對? 也不會有這種論點 所以殷煞他在命宮 他會代表說你可能內心啊 對很多事情會有疑慮 那同樣的呢 他如果是在仆義宮 他就有可能是小人 因為你的交友關係 你對你的朋友會有疑慮嗎? 那你為什麼會對你的朋友疑慮? 一定是他 你覺得他做了些什麼不對的事情嗎? 或者是你的朋友對你有疑慮嗎? 那一定也是他可能想要對你做什麼事情嗎? 所以當然有可能 但他就在仆義宮 老師請問 如果是市面上30年到40年那種獨棟的老房子 透天的那一種 在風水上面應該要怎麼挑選比較好? 基本上最好是採光藥好了 因為老房子通常 尤其在台灣時期比較重 那時期重 然後如果又陰暗的話 你就容易卡東西在裡面 而且早期台灣這種老房子 通常都是前面一個窗戶有陽光照件 然後後面很深 這樣子都容易卡東西 所以採光很重要 那其他的與其談風水 還不如想一下 那房子是管線老舊的 下一個是網友說 他第一次知道原來紫衛斗樹盤上面可以找財的方位 然後他想問說 那如果他的地資位置是破均 然後再加雙露 他沒有說是露存或化露 那這樣可以算是財庫的方位嗎? 紫衛斗樹是一個很龐大的體系 他不會是單純的是一個算命這樣子 因為斗樹呢 他是在明清兩代被視為是皇室御用命理師所在學的東西 所以他幾乎是一套綜合學 也就是有一個標準在那邊的 就皇室的命理師都學這一套這樣子 當然他在那個演變過程的年代 他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名字 但他一代代換了名字 然後整理的東西之後呢 換到現在我們知道的 就是清朝中夜以後 我們知道是紫衛斗樹 他就可以去看出柴位 那這邊另外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啊 很多坊間的這種電視老師會講說 你的柴位是家門打開的右邊 其實應該這樣講 就是每一個人有他自己適合的位置 我適合在某個位置 你不見得適合 所以呢要看屬於柴位這個東西 要從自己的命盤看 那最後呢才是來討論說 第一我不知道你的紫的那個位置 是什麼樣的公位 如果那是你的夫妻公 破捐路 破捐路叫什麼 破捐路叫做破號之後而得到嘛 所以呢 那當然就不會是柴位的位置 柴位不見得是劃路啊 柴位有的時候劃權也可以啊 如果你是做生意的人 而且你要實際的去看說說 什麼樣子的錢對你來降是最重要的 那不是給你就好了 所以還是要看實際的心腰是什麼 如果他想要讓他的事業運變好 那是不是就可以在適合事業的公位的位置去點燈 那想要找貴人是不是就以天魁天月所在的位置去找貴人位 然後去點燈呢 這是網友問的嗎 這是網友問的 他問這麼深喔 還不錯還不錯 對喔就是把那邊打亮 抖數盤上面呢會對應了我們人啊 在空間中的一些狀況 所以譬如說用抖數盤對應下你的東南方有天魁心 所以東南方是最容易去引發你跟這個世界有貴人會出現的位置 所以那個地方要把燈大亮起來 那貴人比較容易出現這個是對的 下一個網友是提問說命盤的正上方就是北方嗎 沒有啦 子的那個位置啊 十二宮 子醜陰謀城市五位 十二宮 子的那個位置是北方 命盤的正上方那個是南方 那下一個朋友是提問說 文昌畫季的位置剛好是在他們家的廚房 可是他又想要好好的讀書 是不是去改到自己命工 他剛好走天干餅的那個位置 剛好是房間讀書 效果會比較好 為什麼要跟餅乾有什麼關係呢 可能想要吃餅乾 不是啦 那你跟餅有什麼關係 我看一下 他怎麼這樣問 對啊 我先說那個文昌畫季 你們家那個就不能用了啦 你就跑去那邊畫季要幹嘛 我不知道你為什麼要用餅這個位置啊 文昌畫季的位置完全不能用 老師可能之前在改運的影片裡面有提到他說 那原本應該要放流動的水的部分可以改代替放蠟燭 在催旺財運的那個方位這樣可以嗎 不行啊 那完全不同的東西啊 下一個朋友是提問說那種高壓電塔距離多遠才較遠多近才較近 看得見就算 所以你目視起來看起來體積越大 影響就越大 沒錯 光產生的煞 還有窗外的風景如果不夠好 那窗台有放綠色的植物這樣能有改善的效果嗎 第一個要看你的綠色植物是什麼植物 然後看綠色植物會不會影響到你 如果你講的是光的話 我會建議啊就窗臉拉起來就好了啦 再看看你們還有什麼問題 我們希望下次呢可以在陸集來回答大家 謝謝大家 欸沒有人問我說我剛看我自己好像有點發胖 對啊為什麼這樣 那在現在的生活裡面呢 很多時候啊在風水上面來講啊 你的珠缺位打開就是一堆沙 因為建築的關係呢到處就有量 沒有辦法真的透過風水去耕動大的布局 但是呢在紫綠斗樹上面呢就有了這樣的方法 現在呢也可以在我們的官網購買這個布局組 油燈放上去之後呢 油燈的火可以穩定你的心蓄 讓你的心情跟靈魂靜置下來 我們所使用的油呢 還是水晶進化的優 特別挑選了仿冰裂紋的油燈組 在這個套組裡面 只要寫下你所需要修改跟改正的事情 我會親自呢幫大家去選擇 放在家裡哪個方法會比較好的 幫助大家改變自己的命運 另外呢我們也特別推出了呢 香氛蠟燭組 那蠟燭的功能呢基本上跟油燈是相同的 它的差別在於說呢 香氛蠟燭組呢 它還融合了精油香氛的味道 可以調養你自己的心蓄 去引導你自己的精神狀態跟靈魂狀態 如果你希望說再加上香氛的這個效果的話 那就可以選擇蠟燭組 不同的選擇 當然都由我自己呢 來幫大家看這個方位